生成式AI模型 通过神经网络生成人工智能的兴起 我们看到一群研究人员挤在电脑屏幕前 他们正在讨论生成人工智能的最新突破 你们看到最新的结果了吗? 神经网络正在生成惊人的内容 但是,它与我们之前使用的方法有何不同? 神经网络从现有数据中学习规则 我们不再需要明确制定规则 我们可以向它们提供数据 它们可以自己生成内容 此外,神经网络可以扩展以解决更大的问题 但是,Marvin Minsky和其他人之前提出的论点又如何呢? 从那时起,硬体已得到了改进 我们现在可以通过解决一些早期问题的方式来实现神经网络 而且,我们可以跨图形处理单元 GPU并行运行神经网络 这使我们能够解决更大的问题 我懂了 那么,你们一直使用哪些技术来生成内容? 我们一直在使用生成对抗网络 GANs,变分自动编码器 VAEs和扩散模型 这些技术是开创性的 我们已经能够使用这些技术生成图像、音乐、甚至文本 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 我们还能用神经网络对生成式、AI做些什么? 应对生成式、AI的陷阱 我们看到同一组研究人员围在电脑屏幕前 但这一次他们讨论的是生成式人工智慧的潜在缺陷 尽管我们对生成AI的可能性感到兴奋 但我们需要对可能编码到训练数据中的偏差和其他有问题的元素保持谨慎 是的,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用于训练的数据是多样化的 并且能够代表所有社群 我们还需要注意我们用来将原始数据转换为向量的技术 这些技术可以对偏见、种族主义、欺骗和吹嘘进行编码 一旦我们确定了世界的表示法 我们就可以应用特定的神经网络来生成新内容 以响应查询或提示 我们用来生成内容的有问题的技术是什么? 生成对抗网络 GANs和变分自动编码器 VAEs是我们用来生成逼真的人脸 用于AI训练的合成数据 甚至是特定人类传真的一些技术 我们还可以使用这些技术 通过将原始字元转换为句子 磁性、实体和动作来生成文本 这些使用多种编码技术 用向量表示 我懂了 那么,如何才能保证这些技术生成的内容不偏不倚呢? 我们需要确保训练数据是多样化的 并且能够代表所有社群 我们还需要注意 我们用于将原始数据转换为向量的技术 并确保它们不会偏差编码 这是一项重大责任 但我对生成人工智慧的可能性及其改变世界的潜力感到兴奋 我们用于将原始人工智慧的可能性及其改变世界的潜力感到兴奋